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刚刚听到那些数字之后呢 你会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好像也太夸张了吧 今天就算它是大四级的杰作 也不至于多到这么多个亿啊 而且还是美金耶 是的没有错 我也觉得很夸张 但没有办法 这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 金钱进入艺术市场之后 所必然会导致的一个结果 这是必然的一个商业模式下的炒作 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没有办法跟各位分享他们背后是什么运作的 但是呢 我今天想请出一位艺术家 如果是他 他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手上拿的呢 就是他出版的官方作品集 那如果你熟悉这个图案的话 那你应该知道我要讲的是谁了 就是目前当今最火红的艺术家班克希 英国街头涂鸦大师班克希 可能是当今最炙手可二的艺术家之一了 也许他在亚洲还没有这么高的知名度 可是他在欧美可能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起初他只是个被认为在街头捣乱的破坏者 可是 今天他的一幅画可以卖到百万美元 究竟他是如何做到的 以及他的作品要传达出什么样的内容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班克希出生在1973年7月28号 英国布里斯托附近的一个小镇叫做耶特 据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在上个世纪九年代初 班克希在布里斯托的一个地下团体 叫做Drivery Z底下工作 那个时候他都还只是徒手作画 是在他18岁那一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于是改变了他的作画方式 18岁的那个晚上 班克希跟他的同伙 打算在火车上面徒 又误点了这几个字 可是徒徒徒才徒没有多久 英国的警察就跑来抓人了 于是他们就跑跑跑跑 跑到一半呢 他的同伴都躲起来了 他不知道躲哪里 他就躲在垃圾车底下 他躲在垃圾车底下的时候呢 那个油墨就一直滴到他的脸上 于是他就突然想到说 这样子图太慢了 根本还没图完就会被抓到 于是他想到必须先做一个图案的模板 然后呢到了现场把模板贴在墙上 然后噴击一噴那个图案就会出来 从此也改变了班克希的作画方式 班克希早期叫知名的一部作品 叫做温和的西部 他画在了英国布里斯托一个 知名的街道的一面墙上 这幅画他刚完成没有多久呢 就被一个反涂鸦团体给破坏了 可是破坏了之后呢 有人又把这幅画修复回去 并且成为了当地文化的一个标志 现在在世界各地呢 有许多班克希的创作 到很多地方都看得到他的作品 尤其他特别喜欢画猴子跟老鼠 为什么他喜欢画老鼠呢 因为他说老鼠就很像我们社会里 那些最底层受压迫的人一样 他希望藉由这些图案 让他们这些人能够联合起来 反抗这个社会里的一些不公不义 班克希让人敬佩的地方有非常多 比方说在2011年 他有一幅墙上的作品叫做接吻的警察 画在了一间酒吧的墙上 在2011年的拍卖会场上 这张画卖出了57.5万美元 但后面惊人的是他一毛钱都没有拿 而是给了那间酒吧的老板 因为按理论来说 酒吧的老板的墙是被破坏了 所以他是有资格拿到那笔贤的 而且有趣的是呢 后来那面墙又补了一件一模一样的布置品上去 并且被压克力板保护者 而且因为大部分还是由班克希本人亲自完成的 所以那间酒吧至今吸引了许多观光客前来朝圣 班克希透过自己的作品让别人受益 还不光是这一件 在2012年的时候他的另一件作品 努力的劳工出现了在一间商店的墙上 后来又被卖到美国去 但是当地英国人强烈的反弹 要求对方必须归还这件作品 因为这件作品代表了当地倡导人权的标志 后来结果这张画又从美国运回去了英国 后来听说这张画的拍卖价格到英国 一百一十万美金 结果班克希仍然一毛钱都没有拿 后来他被要求出来对这件事情表达评论的时候 他用了法国知名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名言 他说当我的画布开始卖到高价的时候 我变得很尴尬 因为我即将面对一个只能创作杰作的未来 那班克希呢他从来不鼓励人们购买街头画作 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一不街头作品 就应该要待在他原本的那一面墙上 才能够完整的充分的表达他所要表达跟当地国观的讯息 关于这一点呢我是完全非常认同的 因为就像我们去可能敦煌洞窟里面看的那些佛画 或者是欧洲教堂里面那些天顶的悲强的天使 然后是耶稣画在天花板或墙上的那些画 那些画如果离开了那些场所 其实依然可以展出 只是如果他离开了他原本设定好那个地方 画作本身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班克希 好当班克希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作品 被人们像宗教狂热士般的那样追捧的时候呢 他感到很不以为了 于是呢他就想做一场实验 他在美国纽约街头呢 拿他的许多的他自己的增绩的布置品呢 去摆一个街头的地摊 然后呢不是由他自己本人摆 他自己躲在旁边 他请一个老头子帮他卖 好他就开始卖卖卖卖卖 卖了一整天呢总共只来了两个客人 好本别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然后卖出了六普化 然后呢赚了240块美金 接着服务多的二公里 一家女生的坏 谢谢哎的 我们该找到了 来 ア ه 那班克西躲在旁邊的班克西呢 後來就將這段影片公布出去 然後大家就很驚訝 因為呢班克西的一張真機在拍賣會場上 最低最低至少也有三萬塊美金 所以當天那兩個客人真的是賺到了 尤其是那個男生 他買到了這一張 就是愛在空中 這一張的話呢 在拍賣會場上可以賣到25萬美金 所以那兩個客人真的是賺到了 那班克西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場行為藝術呢 因為他要來測試人們 或者是可以說是諷刺人們 就是用金錢炒作藝術 追捧藝術的那些人 就是你是不是 你很有錢 但你是不是真的很有眼光 可以看出這是一本傑作 還是你認為他擺在路邊攤他就不值錢 班克西最有名的行為藝術呢 就是發生在去年的蘇布比特拍賣會現場 他的一張畫叫做 磁氣球的女孩 最終以140萬美元的價格成交 可是就在拍賣官落槌的那一刻 他立刻用碎紙機毀掉了自己的作品 後來班克西在Instagram上就證實 那件事情就是他本人做的 而且他很調皮的公佈了另一支影片 就是他如何在畫框裡面 先安裝好碎紙機 班克西真的是很屌 OK 4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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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最後一機會 860.000 举动有没有用 其实没有用 而且得到了反效果 因为这一张画 变成了历史上第一件 在拍卖会场上毁掉的作品 同时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作品 所以很讽刺的是 他本来是要用这样的行为 来讽刺资本主义炒作艺术品 结果反而因为这样子 他的知名度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他的画作变得更值钱 而这背后有没有阴谋论 我们不知道 但是班克希还做过许多有趣的事 比方说他曾经偷偷将自己的作品 拿进大英博物馆里面 然后自己挂在人家的墙上 可是因为像大英博物馆那种 很大型的博物馆 有时候墙上少了一个东西 或多了一个东西 有时候还不一定那么容易被发现 是等到多久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 人家才发现说 怎么这面墙上多了一幅 不是这个美术馆里面的作品 那班克希究竟是谁 他非常的神秘 没有人知道他真正长什么样子 他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戴一个面具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 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 他就录选了美国的时代杂志的周刊 录选了全球百大最具影响的人之一 还不光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时代杂志周刊要 跟他要求一张照片 说你传一张照片来吧 让大家知道你是谁 这样子 结果他就秉持一贯 他不露眼的风格 他就传了这么一张照片给人家看 然后在同一年的时候 因为那一年 班克希还知道了一部 自己个人的处女作的电影 是有关于街头艺术家 如何在街头创作的一部纪录片 很神奇的是 这部纪录片还得到了奥斯卡的提名 那得到的提名 当然就要去参加颁奖典礼 本来班克希他个人 本人是不想参加的 但是他说他可以为奥斯卡破这次例 于是颁奖典礼当天 据说班克希本人有到现场 可是最后他没有得奖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 班克希如果得奖了 是不是会用他自己本人的样子 真实的样子上台 可是最终可惜 他并没有得奖 所以大家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但是据说 那一天的保安人员 有见到班克希他本人的真面目 但是很神奇的是 就是所有保安人员 也替他保密了他的真实的身份 那班克希在世界各地创作的几个主题 大概就是反战 反军法 反财团 反资本主义 就像他前面做的那些事情一样 他就是要反对那些 用金钱炒作艺术市场的人 往往我们常常太过在乎名利或是金钱 而忽略掉了艺术的本质 这让我想到两个故事可以来做对应 第一个故事就是禅宗里面的六祖慧能 那我们知道六祖慧能 因为他小时候没有念过书 所以他不是字 他所能表达的也很有限 那有一天他就遇到一个尼姑 那个尼姑就质问他说 你连文字都不懂 你要如何误出真理呢 那六祖慧能就说 真理不在文字里面 真理必须靠自己用心去领悟出来 那六祖慧能就熟指着那个月亮 可是那个尼姑呢 从头到尾都没看见那个月亮 他只一直看着六祖慧能的熟而已 那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小王子 小王子在第四章里面有一段很有趣 就是他看见了 他遇到了一位大人 然后呢 他要跟 他跟一位大人形容说 他看见了一栋漂亮的房子 有很好看的红色的砖瓦 然后很漂亮的窗户种着向日葵 然后形容得如何如何 可是呢 那位大人根本无法想象 那到底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 于是小王子就说 那是一栋只十万房的房子 然后那位大人才说 哦 那他一定很漂亮 班克希说过 你不应该 你不会为了 要拉一坨食而去餐厅点一顿大餐 那从班克希到六祖慧能再到小王子 都在提醒我们 不要因为当下的一些诱惑 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那个本质性的东西 就像小王子说的 真正重要的东西 肉眼是看不见的 你必须用心才能看见